他终生投入护理工作 于18岁时不顾家人反对 成为一名随军护士 随日军到香港及广州 参加救护日军的工作 高龄91岁的他现身记者会 分享他在大时代下的经历 本剧由廖乙乔 由乔轩等演员主演 由台湾慈济基金会投资监制 南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制作 该剧上线后 预告片中灵智慧报效日本 228事件等情节 在中国大陆地区引发了激烈反响 应被持美化日本军国主义 受到到中国共产党党媒 环球时报批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台湾事务办公室对此表示关切 并表示 任何美化侵略战争 为执宁统治张牧的做法 理所应当会受到两岸同胞的共同反对 该剧于5月10日首播后 仅仅播出两集 5月12日大爱方面就以 护士杰名以改播 爱别离 另外原本发布好的 关于该剧的所有资讯 包括Facebook贴文 YouTube的节目预告 大爱电视台的节目预告 全部遭筛除 多番举动令外界猜测该剧被停播 台湾苹果日报接获消息 大爱方面确实已对该剧座椅停播处理 大爱媒体发展部经理欧宏宇解释大爱台 觉得该剧部分画面 确实有引起一些误会跟争议的可能 不是大爱台要制作的本质 决定不要播以免制造更多困扰 对于外界传策停播原因很大可能是 因为受制于中国大陆批评 卖日有关而妥协自我审查下架 他强调真的跟中国大陆他们没有关系 欧经理也强调大爱台真的不讲政治 只是认为去世手法上面可能造成误解 既然有这种可能 不该去碰触它 我们有看到一些网络上的留言讨论 不管是谁给我们的反馈 唯一考量的标怀是 福布不合大爱台的标准 然而导演楼依安认为 大爱台不尊重创作 现在还得要听来自对岸的上级领导的意见 同时对于中国网友的批评 表示可恨的从不是那傀儡 而是背后操纵傀儡的人 中华民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则表示 无预警停播已经所及的听众权益 MCC会了解停播原因 频道业者也表示 直播二集 跟收视率无关的戏剧停播 实物上很罕见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